上一期视频给大家介绍了 怎么判断自己家的狗子在出门遛弯的时候 是否需要小外套来保暖 这期视频教大家如何避免 龙血炎对我们狗爪子的伤害 建议收藏哦 哈喽你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RVT大竹子 你的专业宠物护理师 看过上期视频的朋友应该记得 我在大雪天做了一个观察挑战 看一看在这种天气下 还有多少人在坚持遛狗 没看的记得去看哟 在6个小时之内观察到了4组遛狗的 其中有一组狗主人不仅给狗狗穿了小衣服 小外套 还给它穿了小靴子 今天咱们就来讲一讲 为什么我要给这位监视官鼓鼓掌 在加拿大长达半年的冬天里 除了疯狂的铲血 也少不了在车道和人心道上 撒溶血盐来防止结冰 但是溶血盐对狗狗可就没有那么的友善了 强调的溶血盐含有一些刺激皮肤的成分 长时间的接触 还有可能会造成化学灼伤 有的溶血盐里头会含有沙粒 不光很各脚 如果是卡在狗狗的脚趾缝里或者毛里头 也有可能会磨破了皮 因此咱们第一个需要注意的方面 就是溶血盐和沙粒 溶血盐不光对皮肤有刺激 有一些馋嘴的狗狗如果误食了溶血盐 会引起肠胃的不适 甚至对它整体的健康都会有损害 防满于未然 我建议大家使用对狗狗安全的溶血盐 并且严格监视我们的狗狗 防止它把溶血盐给吃进去 那么一些标注着Pet Friendly, Pet Safe 或者是Salt Free的溶血盐是可以考虑的 咱们能控制自己家里头 使用什么样的溶血盐 但是走在外面 就没有办法说控制别人家 使用什么样的溶血盐了 这个时候就要使用一些 保护我们狗狗爪子的护爪蜡 Pow Wax, Paw Bomb 或者是给我们的狗狗穿上小靴子了 那么第二个需要注意的 就是冰雪本身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咱们走在雪地里的时候 鞋底会卡一些雪 多走几步就会形成一层硬硬的雪板 咱们的狗狗也不例外 它们在雪地里头行走的时候 也会在爪子上面卡住一些积雪 形成一些硬硬的厚厚的雪球 这些雪球卡在狗狗的脚趾缝里头 不光说是个的疼 也会存在一些冻伤的风险 有一些底盘比较低的狗狗 也有可能在它们的肚皮上挂上一层积雪 那么应对的方法有哪些呢 首先就是到家把狗爪子洗一洗 并且一定要擦干 baby们也一定要记得帮助我们 底盘低的狗狗们把肚皮上的这些积雪给擦掉 接下来呢就是要检查狗狗的小爪子 看看有没有割伤啊 红肿啊 或者是有洞窗的地方 也建议呢长毛狗把脚毛给剃短 这样呢可以减少卡在毛里头的 积雪和容血炎和沙粒 再有呢就是使用裤爪蜡 泡wax或者是凡士林 我个人认为呢 最有效的应对方法呢 就是给我们的狗狗穿小靴子 但是啊这个因狗而异 可能并不是所有的狗狗呢 都愿意穿靴子 如果给我们狗狗选的靴子太大了呢 狗狗这个跑着跑着 啪这小靴子就给甩掉了 靴子太小太紧呢 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有可能呢会阻断我们小爪子的血液循环 甚至会导致狗爪子坏死哟 合适的小靴子呢 要刚好能够包裹住狗狗的爪子 建议大家在购买之前呢 先测量好我们狗狗的爪子的大小维度 然后呢按照品牌标注的尺寸呢 去购买合适的小靴子 另外呢咱们还需要帮我们的狗子 去适应小靴子 尤其是第一次穿靴子的狗狗 他们可能会觉得 哎我的天哪我的爪子上的这什么玩意儿啊 会特别的不知所措 不会走路 甚至有的可能会拒绝走路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你只需要一个非常简单的小道具 那就是baby socks 婴儿的小袜子 你可以买一些婴儿的小袜子 在家里头呢让狗狗穿着小袜子 鼓励它去多走一走进行训练 当狗狗不再去排斥脚上有东西的感觉 并且能够正常行走了之后呢 哎这个时候他就已经适应这个感觉了 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袜子换成靴子了 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注意狗狗在穿靴子或者小袜子的时候呢 一定一定是要在主人的严格监控下 主人不在家的时候呢一定要把什么baby socks啊 还有他的小靴子呀都藏到狗狗去不到的地方 避免我们狗子务实这些特别小的东西 点名上尤其是拉不拉多的主人一定一定要收好 回到我们之前做的那个观察挑战 那个小狗的主人呢给他家的狗狗穿了小衣服进行保暖 也给他穿了小靴子 防止这个溶血沿压冰雪的堆积 对狗爪子造成的一些伤害 所以呢我说一定要给他鼓鼓掌 OK那么这两期的冬季遛狗防护措施对你有没有帮助呢 准备好帮狗狗保护小爪子了吗 也欢迎你分享你在冬季养狗的经验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羊虫知识或者想看禅食官的日常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RVT大竹子 喜欢这期视频那就点个赞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知识很有用 也请分享给你身边羊虫无的朋友们 还有不要忘了一见三连哦 关注我带你科学羊虫 期待和你相遇 爱你们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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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